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瑞山村 清晨当朝霞铺满蜿蜒的山村小路时 三三两两的学童便欢笑嘻嘻着奔跑而过 他们中间有一个名叫哲仁的男孩 他喜欢读书 放牛 更喜欢独处和思考 一个冬天的上午 哲仁跟一位偶然到访家中的老者结缘 于是告别父母亲人 来到大山深处的文书寺 去读他心目中向往的圣贤之书 再后来 哲仁又与古琴结缘 便访诸派名家 潜心古琴艺术仅三十载 一往而情深 并创建如山古琴乐团 将文人琴 将禅语义的真谛 向更多人显明 一往而情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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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微风中渐渐透出的暖意 春雨里慢慢浸润的绿芽 三两生鸟儿清脆的提鸣 还有一粒粒桂花在暖风中悠悠落地 作为春天的序章 接下来这首《神人唱》是上古祭祀的时候与神灵对话的乐章 乐团原本安排的是一首《双人古琴合奏》 但是其中的一位演员因病不能到场 经过考虑 他的搭档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还是将这首乐曲呈现给大家 我们也希望用这首与神灵对话的音乐 能够像春雨般随风前入夜 润物细无声 为病中的朋友带去一些安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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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直根于上古淳朴天真的生活沃土 诗经就好像开放在春天最初的那朵娇艳的花儿 穿过千年的时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悠悠我心 纵我不枉 子宁不似音 青青 紫巾 青青紫巾 悠悠 我心 悠悠 我心 纵我不枉 送我不枉 子宁不似音 紫妮不似音 青青紫巾 悠悠我心 纵我不枉 紫妮不似音 轻轻 子佩 悠悠我心 纵我不枉 紫妮不来 紫妮不似音 杀成致 泡股不似音 鸩唇 紫妮不似音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倾勤自禁 悠悠我心 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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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成缺席 一日不见 如散与兮 清清紫禁 悠悠我心 祝我不忘记不死 清清紫禁 悠悠我心 祝我不忘 祝我不忘 孫禁不忘 祝我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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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青色的衣领啊,我悠悠的心情啊,即使我不去,你为什么没有音讯呢? 我那青色的配玉啊,我悠悠的思绪啊,即使我不去,你也可以来啊, 我在城楼上东看西看,一日不见就像过了三个月那么长啊。 曾经有这样一个关于春天的理想,孔子与徒弟们共作, 问起各自的志向,子鹿抢答,希望使一个内有饥荒,外有强敌的国家安定下来。 然有说,愿能使一个国家富足。 公西华想了想说,希望能从事国家的宗庙祭祀和外交礼仪。 曾希呢,正在谈色。 他不慌不忙地叮一声,结束最后一个音符,然后说, 老师呀,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太一样,我想在牧春三月穿上新作的春装, 约上几位朋友,带着孩子们去衣水边沐浴,在五鱼台上乘凉。 尽兴兴之后,一路唱着歌回去,孔子高兴极了,说, 曾希呀,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和你一样。 和你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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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